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談風論水 不知道第幾集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今年3月5日經濟開始 去到今年4月4日 這個月是甲晨年的第一個天災橫和月 為何為天災橫和月 就是告訴你今個月的八字很不行 不得他立春的八字都已經不行了 再加上這個月份的天干地絲 就更加不行 所以為之第一個天災橫和月 一入天災橫和月 就發生幾件事情 第一 青山隧道那裏 麗頭車撞穿隧道 雖然未穿 但都漏了水出來 然後第二單 第二單就是大嶼山地震 雖然是二級地震 但對香港來說都算是地震 起碼都一定是地震 起碼有六島 是不是 第三件事就是 差不多一年前 上環有一間土地廟就火燭 然後現在就重建 重建了之後 接著政府會說地震是他的 要你拆了一間廟具 給他一塊地震 那三件事 三件事我分 我慢慢跟大家說 好了 麗頭車撞車就不用說了 我說了今年車禍特別 交通意外特別多 飛機那些東西 昨天也有一架飛機 飛一下 不知道去加拿大 去紐西拿還是不知道什麼 飛到半小時都急速下墜 是不是 雖然沒有人 沒有人受傷 這些算不幸中之大幸 接著第二件事 香港大嶼山地震 香港就甚少地震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地震大上面 那為什麼無端端地震 地震 我就那天 用地震那天 天文台宣布的那個時間 我就用那個時間 起了支掛 掛就起了支掛 那本掛呢 就是震為雷掛 震為雷 然後變掛呢 就是雷澤龜梅掛 那我跟大家說 本身本掛震為雷 就是應地震 震為雷 雷為洞 就是地下動 那就是地震 那跟著 好了 跟著變掛是什麼 變掛是雷澤龜梅 雷澤龜梅掛這支掛 為什麼 這支掛是跟你說不快 什麼都不可以快 一快就必定出事 所以呢 你現在見他 又說加速做這樣 加速做那樣 又說什麼都要馬上做 又說每個月燒煙花 又說什麼放無人機表演 那些 什麼都去 很快很快地去做 但是這支掛出來 就是叫你們什麼都不快 這支掛呢 也都是應回 車工之前 年頭出來的那支籤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不知道 我記得最尾那三個字 什麼代春林 就是叫你什麼都慢慢來 不要動 等明年先 他又不是 現在他跟你唱反調 什麼都要快 馬上做 我們不夠快 四月都不行 三月都要搞定他 那 那支掛叫你不要快 那你現在就什麼都要快 那你真的想怎樣 就是逆天而行 一快 快之餘 那天叫你不要快 你又要快 那支掛叫你不要快 你也是什麼都要快 那兩樣東西 加起來加起來 就是你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一定出事的 是不是 這個世界 我上集講過 人是沒有可能贏過天的 三分人為七分天定 是不是 所以說 你是要逆天而行 我都沒有辦法 雖然我真的沒有辦法阻你 但是我沒有辦法 總會有人有辦法 是不是 我不是說誰 那 大家拭目以待 他這條法這樣走 一定出事 看看出什麼事 到時是看看 上面的上大人不喜歡 還是我們下面的民府大眾不喜歡 事就一定會出的 但是會出什麼事呢 現在還不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但是這掛像來看 他這麼快做這件事 就 那些掛就覺得 不多 從那些掛來看 這件事走得這麼急 就不多 不妥當 那你說 是否天有所感地有所應 是不是這些 天地間的東西 就是有人說了 好像我這些 根據這個天地的異象 那樣 起了一枝掛出來 告訴你 你應該這樣做 但是你就不聽 不聽你就去做 那你有事你不要掛人 是吧 就是你有事不要賴那天 那天就告訴你 怎麼做怎麼做 你又不去做 是吧 就是等於 上年這麼多 那麼多異象 異象貧身 是吧 跟著他開會 那間公司開大會 開人事大會 跟著又 嘩 又塌樓 又運石 又撞車 還要整架車載過去 那你覺得 這些是否叫異象呢 大家自己想想 那麽第三單 土地廟火燭 那間土地廟呢 這句 上品小姐給我的資料 就是上年火燭的 那上年火燭 沒所謂 土地廟火燭 有香火 火燭不出奇 那麽等於水浸龍王廟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竹容打土地 是吧 那麽 現在呢 但是呢 他重建了的 重建了呢 就跟著 現在政府畫地 不是他的 是我的 你跟著我拆了一間廟 給我一塊地 這些就不是天災了 這些叫人禍 大哥 香港很奇怪的 每個區 每一個地方 很多 最多是土地廟 土地是管一方的 管管那個社區的神士 的神來的 喂 你連那個神 你都要拆起來 那個神 你都不讓我 在那個地方 保佑那個地方的人 平安 喂 大哥 在那間土地廟 阻礙你多少地方 對不對 你這間土地廟 豆腐的樣子 那麽小 真是和我 真是壞些說一句 我家屋的廁所 比你這間土地廟 大 是不是 我不是得罪土地公 我和土地公都幾熟 那麽呢 就 土地廟很小的 那麽 那麽小的土地廟 你都容納 你都容納不了 你有沒有那麽小器的做人 是不是 大佬 你 就是 我們香港 就是不要說香港人 我們 就是 中國人 就是 講到這個地步 那你呢 我最喜歡的是什麽 拜神 你看到 周圍都是天后廟 觀音廟 土地廟 關帝廟 周圍都是廟 香港 雖然都廟多 但是都不夠台灣多 台灣的廟多於七仔 香港的七仔都更多於廟 那麽你周圍都是廟 就是證明香港人喜歡拜神 那麽你不是被人拜了 一間土地廟 我只能看到地方 是不是 你再不是 你說這塊地我的 不給你建一間廟 沒問題 給你 你大了 是吧 姑子兩個口 那麽是你 那麽OK 你給我另一個地方 我建一間廟 可以嗎 喂 你搬土地好 你拆了它 你現在連土地公 你都不給面 土地公 都說得一方神是 是吧 雖然職位低微 但起碼是神仙 是吧 你那些凡人 你不是以為 你真是比土地還厲害 你夠膽死 夠膽死跟我說 你比土地還厲害 我真是沒話可說 那 你現在 好了 那些土地是你的 那你就給那些土地 給那些土地 施捨 我真的說到 你施捨那些土地 我建一間土地表 可以嗎 人家那些婆婆 你不給 現在說 又不給 拜神 你又不給 那你給什麼呢 是不是一定要只讚你 大哥 不是我們說讚 有時候 你說一定要讚你 但沒問題 我就讚你 但是讚你 是不是真的讚你才行 讚你要衷心去讚才有用 你流於表面的讚 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什麼 大家不要誤會 那 都是說回土地廟 土地廟就是 怎麼說呢 一間 一條村也好 一條地方也好 總之 怎麼都要有一間土地廟 在那裡 土地就管了整條村的 鎖碎事 或者整個地方的鎖碎事 以前 以前六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有什麼事都去文武廟 斬雞頭燒王子 問過文昌帝君 問過關帝才做的 是不是 那你現在 現在 難道你還走去 現在文武廟啊 你發不發覺 今年 我去年年尾去還褲的時候 今年年頭去借褲的時候 我發覺 不單止黃大仙 這些那麼出名的廟 紅磡觀音廟 黃大仙廟 這個沙田車工廟 三個地方我都有去 這些我親身經歷來的 全部被泰國團攻陷了 真的 你去到真的見到很多 我那天去借褲 還褲 我都是去紅磡觀音廟 嘩 那天幾多人 我去還褲那天都已經很多人了 但是泰國團是去 是去吃吃吃的 進去白園 然後一大堆人 一大團朋友 走出廟外 然後 嚇死了 這樣 幹什麼事啊 你阻礙我還褲啊 大哥 那現在很多 我不明白為什麼 香港人 這麼喜歡去泰國 拜四面佛 泰國的人 這麼喜歡來香港 拜觀音的 這麼有趣啊 你們這些人 泰國你自己拜你的四面佛 你來拜我的觀音做什麼 是不是 這些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傳說中 你們政府所說的 振興經濟 不是吧 叫人來香港拜神 你拆土地廟 你真的不讓人拜神 那你想怎樣 你現在自相矛盾 我發覺 這個 去年也好 今年也好 我發覺 很多事情做出來 他們做出來的樣子 告訴你他們都是自相矛盾 我告訴你 真的我有說過的 不要放煙花 香港寄火 然後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 你就繼續放 其實 你放煙花已經出了幾次事 等船就是火 沉船 放完煙花都沒有好事出現過 所以說香港 香港的五行金 就代給香港的官 那你五行火去黑金 你不斷地燒煙花 不就是不斷地 你找些東西去傷你的官威 你越放得煙花 你官威越受損 我沒有所謂 你不就繼續燒 我沒有所謂 你燒完整個香港 都與我無關 最重要我有得住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總是要做些事情 選自己的官威 因為今年神友合金 我都說今年會加強管治 一早已經跟大家說了 今年會 因為現在香港正在行 丁友大運 今年越在甲神 連神友一合 神友一合合做金出來 變成 金就是香港的官 金就是香港的官升 那你神友一合合做金出來 代表他官升會加強 加強就是加強管治 所以我告訴你 那條法例今年一定過 我年頭已經 我舊年已經跟大家說 今年一定過 所以說 為什麼過不了 可能過不了 所以呢 大家以後聽節目 可能聽到浩師傅說話 越來越不倫不累 不關我事的 真的不關浩師傅事 有什麼事你賴他 因為他那條 那條 那條 無限地擴張的法例 你不怕我怕 那 那 那大家 接下來下一集 就跟大家說些 大家很喜歡聽的東西 接下來下一集 就說大家 在這十年裏面 怎樣保命 保財 保住自己 那 大家經常都問的 這些問題 那 就留下下一集說 今集不說那麼多 那好了 今集就這樣 拜拜